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 WTT重庆冠军赛继续进行 本周大敌迎来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迎战韩国一姐申育斌 两名选手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 一共有过五次正式碰面 王毅迪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本赛季的釜山团体试冰赛上 当时大敌干净利落横扫了申育斌 这也是赛前球迷更看好他 延续面对申育斌不败今生的原因 首局比赛王毅迪在开局连得五分的情况下被逆转 好在他很快开启了碾压模式 随后连赢三局 以大比分三比一逆转淘汰了申育斌 晋级女单四强 从二人的技术特点来看 申育斌唯一的优势就是速度比大敌要快 想要爆冷获胜就必须把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 首局比赛一上来 韩国一姐就在前三板寻找机会 想要率先发动去掌握主动权 不过非常了解对手的王毅迪 也打得很有策略 开局阶段并不基于上质量 而是最大限度保住上台的成功率 在比赛进入多拍相持后 再逐渐去加强自己的单板质量 打得非常合理的大敌 一上来就打了申育斌一个五比零 不过在形势一片大好时 王毅迪连续正手失误 让申育斌回敬了一波得分高潮 以14比12逆转取得了开门红 王毅迪在第二局又一次抢出了不错的开局 从反手寻求突破 连得三分压制住了对手 有了上一局成功逆转经验的申育斌 随后也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也一度将分差追到了只有一分 但这一次大敌没有重蹈覆辙 以11比6扳回一局 关键的第三局 王毅迪明显加强了自己反手拧拉的质量 直接破坏了申育斌的反手进攻体系 这也让他一上来就掌握住了主动权 靠着相持阶段更多的线路和落顶变化 让韩国毅捷在场上非常被动 只能疲于应对 顺风顺水的大敌 也早早取得了5比1的领先 虽然申育斌在改变打法后 靠着薄杀将比分追到了4比5 但王毅迪顶住了压力 以11比7再下一城 在自己的赛点局 王毅迪打得依旧非常谨慎 开局就取得了3比1的领先 迫使申育斌较暂停调整 比赛重新开打之后 已经被逼入绝境的韩国一姐 虽然也没有放弃 一直在努力追分 但王毅迪没有给他机会 以11比3锁定了胜局 此前WTT重庆冠军赛 与单8禁4的比赛 王毅迪在大比分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陈信彤追平比分 决胜局在落后的情况下 王毅迪迪连续挽救赛点 最终3比2几百陈信彤获胜 率先打进4强 王毅迪这场比赛又向球迷展现出了逆转能力 特别是他在前三板的比赛策略运用上 还是很到位的 第一局的比赛 王毅迪进入状态比较快 连续进行台内球控制 正手拉直线6比0开局 陈信彤正手便反守位 发中路短球连追3分 王毅迪反守便正手位 接发球反守快攻 白短中路直接9比3领先 陈信彤连续正手进攻2分 王毅迪批长中路 接发球反拉11比5 轻松打下第一局 王毅迪第一局比赛 没有跟陈信彤拼速度 强化了台内球的控制 加入了一些刚柔并技的因素之后 让对手找不到进攻节奏 陈信彤首局比赛 确实不适应王毅迪的慢节奏 第二局比赛 王毅迪反守抢攻下台 2比5落后 之后 王毅迪发球抢攻正手位 接发球反拉将比分追到4比5 陈信彤连续批长反守位7比4 将比分甩开 王毅迪通过发球 以及抢攻正手位 将比分追到6比7 陈信彤请求暂停 之后 陈信彤摆短帽高 王毅迪正手侧身进攻9比7领先 陈信彤连续正手变现 将比分追平 王毅迪利用发球轮 抢攻反守位 正手调拉连得2分11比9 拿下第二局 陈信彤在这局比赛 连续批长反守位的效果很好 王毅迪也是进行 果断发球变化 有效避免了类似的情况再出现 在局末阶段连续攻击 陈信彤的正手位 效果非常好 到了第三局的比赛 陈信彤反守快攻 3比0开局 之后 反守转正手进攻5比0领先 王毅迪反守快攻 批长后 反拉将比分追到4比5 陈信彤正手调拉中路 发反守长球 7比4将比分甩开 双方连续反守对攻 陈信彤发挥稳定 10比5拿到局点 王毅迪揭发球 反拉追回一分 6比11输掉了第三局 这局比赛陈信彤发动更快 在反守环节的稳定性 就展现了出来 王毅迪在对拉环节 还是很被动 不过 他的台内球控制反拉 还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得分 一度打乱了陈信彤的节奏 第四局的比赛开局阶段 王毅迪进攻着急 正手抢攻15 0比5开局 陈信彤正手位 抢攻6比1领先 王毅迪正手抢攻下往2比7落后 之后 王毅是反守调拉正守位 反守加旋转 一度将比分追到6比8 陈信彤正手快戴反守位10比7 率先拿到局点 磋长反守位11比7 拿下了第四局比赛 王毅迪开局 丢分太快 后面想要追分就很难了 陈信彤还是显示出了稳定性 王毅迪决胜局 斗短下往0比3开局 请求暂停 之后 陈信彤发反守小三角球 4比0领先 王毅迪连续反守便正守位 将比分追到3比4 王毅迪通过搓长反守 未将比分追成5比5之后 陈信彤正守侧身进攻6比5领先 又被王毅迪追平 王毅迪自己的两个发球轮 都被陈信彤接发球 反守加旋转给破解掉了 6比8落后 可是王毅迪连续反守变现 又将比分追平 此后 陈信彤始终保持着1分的领先 10比9率先拿到赛点 王毅迪从10比10一直追到了12平 在关键分上 他反守发球抢攻得分 陈信彤反守对攻下往 12比14输掉了决胜局 王毅迪在10比10之后的前三板进攻 还是有优势 陈信彤主要攻击王毅迪的正守卫 来调动他的位置 这场决胜局的比赛 王毅迪落后追分 十分耐心 双方也是见招拆招 不断通过旋转去限制对手 决胜局的比赛 陈信彤主要攻击王毅迪的中路 以及正守卫 王毅迪还是坚持反守为主的策略 在决胜局 他很少直接发球抢攻得分 也是担心出现进攻失误 陈信彤还是体现出了相当强的稳定性 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能够连追两局 体现出了陈信彤的追分能力 在决胜局比拼细节环节 就是双方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 王毅迪在第三局跟第四局比赛 确实进攻着急了一些 毕竟大比分领先 决胜局他虽然落后 反而能够稳下心态 所以高手之间的对决 比拼的不仅仅只是技术 选手的心态也显得很重要 双方在决胜局从五平一直打到了十二平 每一分都扣人心弦 体现出了目前拼台女队的最高水平 王曼玉这场比赛要总结的地方有很多 因为之前澳门世界杯的比赛 他也是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被对手追平比分 其实这场八进四的比赛 比较像澳门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只不过这一次 王曼玉心态更加沉稳 出手也更加果断 最终取得了逆转胜利 这也是一种进步 最终取得了逆转胜利